Hello,大家好,欢迎观看小峰教程王推出的web安全视频 我是iPhoneFive,这句话讲的是Sql注资SqlMap注入 ASP搭配Access数据库组成的一个网站 这里说明一下,我再次重申 注入只跟数据库的类型有关 跟网站所使用的脚本类型无关 也就是说自己跟这种数据库,它是哪种数据库有关 因为咱们的这个注入语句其实就是数据库语句 对吧,因为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跟脚本无关,跟数据库有关 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什么是Access这个数据库 这里百度百科上面的话呢,是有一个示意的 这个是百度百科的示意,那我们来 它百度百科的话呢,说的比较多啊 读一下,是微软的一个关系型数据库 它结合了这个引擎跟这个图形化的这个两个特点 是MicroOffice的这个系统程序之一 就是说你可以用MicroOffice的这个文档啊 它这个文件来这个程序来打开这个Access的这个数据库 它其实就这个Access就相当于一个表格啊 那这个数据库的话呢 一般都是应用于小型企业的网站 就是小网站 用于小网站,大家的话呢 但是大家还是需要虚心虚心学习一下 因为呢,在你以后的这个项目当中指不定的话 你就会遇到啊 那如果领导说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搞不定的话呢 肯定不给你搞搞一些大一点的东西 所以说咱们也先要从基础开始 先要从这个小事开始,对吧 好嘞 那之前的话呢 相信路线潮的话呢 也跟大家说过了这个东西吧 呃,说完了它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说如果一个网站使用了Access数据库 并且存在注入漏洞的话 我们怎么使用SQL MAP来对这个漏洞进行一个利用 也就是说使用SQL MAP来注入这个Access数据库 呃,注入之前的话呢 我们也是需要先判断这个网站是存在这么一个漏洞的啊 呃,那我提前的话呢 使用了一个扫描器来说扫描了这个我搭建的这个网站 可以看到它这个有九个页面是存在这个注入漏洞的 我随机的选取一个页面啊 呃,或者说是我们就这样子 呃,随便打开一个链接 我们就加一个撇好吧 这个撇的话就是一个注入的攻击制服啊 如果你是对那种网站对外面的没有授权的情况下 对一个网站加一个撇的话呢 它也是违法行为 你已经构成已经构成犯罪了啊 就说已经是违法属于违法行为啊 大家还是不要随便加这种危险的一个高位制服 好,and 1等于1它是正确2错误好 那我们肯定就是确认它是一个注入 使用sqlmap 那根据之前的sqlmap的一个安装的来说的话呢 要使用sqlmap就是需要用到这个python的环境 那这样子是启动sqlmap 启动sqlmap它会有很多的参数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右键粘贴回撤 它这里PressEnter to continue 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些参数 它说error missing a什么设置 这些设置需要设置的啊 我们可以使用 使用这个-h参数 来看一下它有什么设置 这是很多参数 它是英文的啊 它是国外的人写的 所以是英文的 那并且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h来看到详细和更加多的一个参数 可以看到非常多 我们这一步的课程呢 不会全部的说完 只说会带大家入一个门 告诉大家这个sqlmap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使用 毕竟的话呢 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入门视频 好嘞 那咱们怎么注入的话呢 注入的话呢 也很简单 这样需要一个-u参数 就是指定一个urrror 这样子用这个双引号 英文状态下的双引号给扩起来 好的 这样子就把它给复制 然后粘贴到这个黑框框里面 这样子啊 这样子 然后回车 可以看到 它很快就得到了一个结果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此前的话呢 是有注入过一次了 所以它会留下一个 一个叫什么 留下一个记录啊 它会再次启用它的记录的 可以看到 它这个这里是它的记录 我们把它删掉 我们再来 再来这样子注入一次 好的 对吧 它这里的话呢 如果首次注入的话 是询问我们 它看起来像一个微软的一个数据 Exit数据库 你想要跳过其他的数据库测试 Payload吗 我们选择跳过 就是选择yes 回车 这里的话呢 是你要尝试 只尝试这个level1和risk 唯一的这个Payload吗 就是说它的测试的Payload会少一点 我们就回车试 得到一个参数ID是存在漏洞的 你想要跳过测试其他的吗 我们选择跳过 就是跳过就是M 反正就一般来说 要你选择Y或者N的时候呢 你就选择它这个大写的就可以了 就默认你就回车 你就一直回车 一般都是这样子的 一般呢 我说一般 好了 它这里有一个结果了 它说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得到了一个结果 比如说这个SQLMap 识别这个注入点 with total of 37个http的一个请求 就是说它通过37次请求 识别到了这个注入点 这个注入点的这个被注入的参数 是这个ID 就是这个ID 这个页面里面的这个ID 多得不说 好的 那我们 得到它是一个unit require 在这一个注入 就是unit查询的一个注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随着来报它的这个表 先看一下 就是说先判断是否存在注入 我们已经判断好了 第二个就是暴力读取数据库 数据表明 数据表的表明 好吧 怎么暴力呢 我们用杠杠tables 这样子来读取 好吧 我们复制 然后粘贴 回车 我们选择 我们再回车 回车 回车 好嘞 它现在就在暴力的这个这么一个测试 这里的话呢 测暴力测试需要一点时间 大家自己在测试的时候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 我这边的话就先暂停一下 报了三分钟 报三分钟啊 10点02分开始报的 这边的话呢 是出现了一个admin 这个表明 一般的话呢 出现这种admin这个表明的话呢 它就正常来说就不用继续往下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admin的话呢 就是一个管理员的意思嘛 管理员的意思 就是像admin大家可以用翻译来看一下了 admin管理员对吧 manager 经理经理管理者 对吧 所以说的话就不需要继续往下报了的 还有这种类似的就是 users啊 manager啊 login user 这种类似这种的 像这种 一般都是出现这种admin这种字眼 还有admin这种admin这个字眼 对吧 admin这个字眼 还有manager 或者manager 这种字眼的话呢 一般就不需要往进去报了 你报的话也可以 对吧 那我不继续往下报之后怎么呢 就按按control加c 它就会给你暂停了 就是给你中断掉 中断掉之后 它这里就会显示出来 它这个表明 那报完这个表明之后呢 就要报例读取表明中的字段名 怎么读取的话呢 就是先要指定一个 一个表 你要报哪个表 比如说我们报adminusers 是adminuser吗 对 报这个 然后报字段名就是colums 就是这样子 好吧 当然的话呢 你不报 是-t啊 我搞错了 这里是-t 我搞错了 不好意思 t是tables的意思吗 就是-t就是指定一个表明 你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是报指定表的一个字段名 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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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一下 就说你不报这个表明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使用这个-t 像columns 报它的次段名 就是报全部的次段名 也是可以的 只是这样子的话呢 非常耗时间 非常耗时间 可以吗 我记得 Access数据库 应该是 我试一下 我很久没有搞 Access数据库了 就columns 看一下可不可以哈 它是不可以的 需要指定这个 指定这个表明 因为这个Access数据库 还是不支持 其他的数据库 就可以 就支持的 我们看一下 它报了35%了 报了35%之后的话呢 我们也出现了相对敏感的一些词语 就是admin和password 这个password就是密码的意思嘛 pass和word password 相对出众敏感的 比如说pass这种 还有什么pwd啊 这种相对看着比较 像是密码 字段的 这么一个字段的话 我们就不太需要继续往下报 那如果是真正的渗透测试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报一下 以展取找到更加全面的这么一个信息嘛 但是我这里是视频演示 所以就不继续了 我就control加C停止 好嘞 这个复制出来 大家不会的话 我这里说一下 就是对着这个黑框框右键 选择标记 然后在左键选择范围 然后再点一下右键 它就复制下来了的 好了 然后就是暴力读取数据库中 数据表中字段的内容 怎么读取呢 我们指定这个adminuser 然后指定两个字段 一个字段是admin 一个是password 这两个字段分别都是从这里获取来的 这个字段和这个字段 它这个字段呢 这里的话呢 跟这边的话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读取是用--dump 就是dump 大家懂吧 意思 抛弃抛售 结束转存 就是转存嘛 可以这样子理解 转存出来 把它给 就是dump出来吧 我们一般都说dump出来 或者说读取出来都可以 它这个外国人啊 就跟我们这种翻译成中文 它也不能准确的翻译 有时候所以 只要是意思对就可以了 就是读取出来嘛 我们回车 好了 Do you want to store hardc2 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不要存储 然后选择继续回车 它问你要不要 是用这个来报 我们选择回车 我们再选择回车 它要报了吧 我们不报啊 我们Ctrl加C 不报 这是哪里出了点问题呢 我们选择for 再选择for 好就可以了 就是第二步这里需要选for Do you want to check then通过这个 字典的一个方式去attack 我们不需要 好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密码的一个密文了 这个就是一个密文 它是应该是32位的 这里有一个32位的一个密文 它是通过MD5的这个加密方式 加密成这个密文的 我的语句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为什么把这种 Date和ID都报出来了 没有问题的 可能是这个SQMap有什么问题吧 不应该把这个这两个给加上来的 好的 那报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按理来说就需要去解密的 我们解密的话呢 都是到cmd.com 这里去解密 粘贴 可以看到 这里有时候它是需要收费 然后我们需要自己注册 然后充值一个会员 解密的话呢 比较贵 就是一块钱解密一条 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比较那个 收费的话 我们可以到SQMD5来 解密 这样子这个K O O在哪里 这里 它就admin 这是这两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最全球最强大的 是全球技术 全球最强大的 然后这一个是 这个是的话呢 就是这个网站是另外一个人搞的 他有很多人在这里面提交一个名文 然后对应的密文 就是这边收费的 有人买下来之后 就把这个记录给提交到这边 这样子你后面的人 后面的人再来用的话 你发现这边收费 它就在这边有了 在这边就会有了 就是说把那种收费的东西 倒腾到这个地方 做一个整合起来 方便后人去使用而已 那行 那得到这个密码之后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去看一下它 这个后台 是不是admin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后台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idminuser 啊不对 manager也不对 啊也不对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来进行一个目录的扫描 啊目录的扫描 我们这里这里就先不说 到后面的话再给大家讲一下目录的扫描 我先找出来这个后台 它是在哪里吧 啊是system啊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个目录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命用户名是admin啊 这里哪里可以看呢 这边这里这个用户名是admin 密码的话就刚才解出来了也是admin admin 然后验证码的话换一下4828登录 好的我们就可以登录到这个系统里面来了对吧还是非常的简单的啊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感谢啊注意点啊第三点注意点 注意点就是说一下oxia数据库呢只能通过蛮力测试的方式来得到表明字段名 蛮力测试啊这两个很重要你不要不要想着有什么取巧的办法是没有办法就是他通过一个字典一个一个尝试去测试的这点在前面的话应该有说了 然后然后然后的话呢就是啊这个cmd5的话呢是不可逆的就是不可以通过一些破解的方法来破解的他这个加密的方法大家可以啊去看一下 他这个加密 啊不是是md5加密啊是md5加密他这个加密的方法呢是不可以逆的为什么破解的话呢就是做一个对比把一个制服通过md5加密得到得到比如说得到这么一串 啊得到这么一串之后的话呢他就是因为他是mdm对应这一串嘛如果咱们通过这个注入得到这么一串能跟这一串匹配上的话呢就是idm这个名文对吧 他是视线把一个名文加密成这么一个md5的密文啊再把我们注入得到的密文跟这个密文做对比如果是匹配的话那就说明他的名文是这个如果不匹配的话那就是说明这一串的名文他就不是admn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md5这个加密啊在群里面跟朋友说一下了解一下也是可以的啊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再见